傳播室 哈囉大家好,今天帶你們到羽田機場的 舎西斎旗艦店 走到114登機口的左手邊 你就可以看到舎西斎全新超級漂亮的專櫃哦 这边除了一般的免税服务以外 还有很多很特别的服务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走一圈吧 第一站是水水式装魔镜 把你想要试用的彩妆品 放到镜子前面的小框框 它就会跳出对应的简介 在上面还可以选择试在脸上的样子 像我就在这个唇膏的地方 玩了很久有点忘我 第二站呢是智能保养小问卷 在这边填入你的需求啊 呼况 最后拍一张照 分析结果 整体有79分 面就会有一些推荐你的化妆品 你也可以针对这个分析 等一下到化妆室里面去试用 这个面板是自助的产品解说 可以翻译成各种语言 有点小色孔的话也不用怕 接下来就是我的自由购物时间啊 看一下除糕 这个是Shiseido推荐必买的组合款 起见店成立的真的就是 感觉不一样 逛起来就很像在专柜 然后你每一样都会想要试看看 这里也可以逛一下 就是一定要来选一个可以刻制的这个唇膏 超可爱的 我推荐红色 红色刻起来真的是 准备结账了 我真的是很会买 而且这里面大部分都是礼物 因为我自己已经库存很多了 所以就一直想要推荐给朋友 然后买给亲朋好友之类的 就越买越多越买越多 这个是大的 大的是这个吗 对大的这种的话可以用这种包装布的 布的包装 对红色跟蓝色可以选择的 哦 这三种籽 对三种可以选择 那这种的是什么 这个是口红耶 还有彩妆 小瓶 我晓得 好 雨田旗舰店真的打造的非常完美 居然连包装服务都有 就是又对这种文具完全没有办法忍受耶 这边也有哦 那包起来很有feel 很日式 大和的免税商品可以做成这种蹄带 红色 我就选了一个红色的花布 刚好可以送长辈 而且过年也快到了 非常有面子 哇好可爱 可以这样子 可以这样子拎回家 接下来这个服务时到这边 你一定要体验看看的免费刻字 这个 这个 哦 这个 这个 都可以的 如果你选择这个 这种的话 你可以选择小的三样 小的三个 对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大的 好 的一个 哦 好 我觉得小图案真的超级可爱的 全部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几何图形 除了小图案以外 还可以选择文字 文字的字数我没有太大的限制 但是我打了好多次都可以刻进去 ok 我的唇膏在这里 哇 你还是秘密操作 哇 哇 是我专属的唇膏的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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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一只身躺在后面 这就是一个漂亮的唇膏 超级可爱的 没有想到会这么可爱 哇 好想要再多买几只哦 一不小心我 我又站在这里机器前面了 我又选了一只 我觉得这个科资服务以后一定会超多人来体验 所以如果来雨天机场的话 可以提早一点点来 不然可能会刻不到哦 然后我们就可以到柜台 选自己喜欢的包装 紙包装唇膏了 这样的紙包起来的 接下来这个地方也是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 我都快要忘记这里是机场免税店了 这边呢就是一个资深堂的小小休息室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做你自己喜欢的护理 这里有他们的全部的明星商品 小红瓶用到宝这样 那我们来选一个我没有用过的 美白的好了 确定 回台湾已经很懒了 不想要农装上飞机嘛 你就可以在这边先卸完 然后你就可以擦这里的全套明星商品 这擦起来就是非常舒服非常清透 万年百搭的一个精华 现在化妆嘛 我就没有试在脸上 如果你已经卸妆了 你就可以在这里大抹套 上飞机的话也会很干 就需要一款乳霜 这里的乳霜有四个 四种抗老的啊 美白啊 保湿的 你可以自己去试 今天就是 会有乳霜可以使用 美白的我还没有用过 哇 就是有点 像水乳 加上一点霜的感觉 脚一抹一下 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镜子 然后不会被打扰 你验完你觉得 什么东西好像不错 可以带回台湾试用 就可以直接打包免税的价格 我觉得这个 在机场里面的一个小服务 感觉还蛮特别的 现在就是灌完了 很好玩喔 就是里面很新很干净 然后都是认识的商品 也有那种大组合的免税折扣 大家如果到羽田的话 真的可以来评验一下 男生女生爸爸妈妈 你都可以带进去使用 像这个很干的脸呢 也是很需要用一下 而且有男生的保养可以用 回家呢是从羽田机场回家的话呢 留一点时间去玩玩看 真的蛮好玩的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边结束了喔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帮这影片按赞 留言订阅加分享 如果还想要追踪我的更多起始终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